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大家覺得我今天比較奇怪了一點? 因為之前我公司吃飯有一個套衣服說要70年代 之後我就買了這個頭巾、耳環和這件衣服 穿完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從此沒什麼機會再穿了 免得有什麼事情要浪費了 我就決定今天拍片的時候穿著和大家說 這次淘寶開箱是之前三百婦女節那段時間買的 會有春妝、食物、美容電子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第一樣想說的就是這個玫瑰金的籃 其實我買的原因就是想拍片的時候比較多東西的話 就可以放下去和大家分享 畫面都很漂亮的 我自己很喜歡玫瑰金 我覺得這個做得非常之好 它的底部都是玫瑰金的網 整個都是通洞 不怕會有什麼濕滴的東西 漏了進去 做髒的那些 然後就說一些小飾物 我手上這隻戒指就是我新買的小飾物 它是玫瑰金 一隻麻花戒指 不算很幼也不算很粗 因為其實我的手指是很短小精幹的 所以它不算戴了之後令我的手指很收長 但是也不會縮短我的手指 之前冬天我不是很喜歡戴那些毛毛耳環的嗎 來到春夏天我自己就很喜歡這些金屬耳環的 這個圈其實很小 然後戴上去很斯文 也可以配很多不同類型的衣服 無論你上班的斯文衣服 或者你外出的休閒衣 文青是沒有問題的這種耳環 然後飾物還有這隻標 這隻標是我最近超級喜歡的一隻標 我覺得它45元人民幣來說 算是戴上去很有氣質 其實這類型的裝飾標 已經越來越少人會再戴了 這隻標我喜歡它的原因 首先它金屬的位置全部都是玫瑰金色 之後它的鏡看到嗎 這個是它的鏡子的凹凸紋 我覺得很特別 而且是做高了一個鏡子的 其實手錶除了實際看時間之外 現在還可以用來做 例如手捏手押的一個裝飾品也可以的 有時候手很寡的話 戴上一隻標 用來襯衣服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這個白色玫瑰金 我覺得很適合春天夏天的時間戴 是比較輕鬆的 還有比較輕型的顏色 然後就想說一下美容小電器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磁熱彩光美眼耳 對 一個眼部的按摩器 這個就是我買的時候 99元人民幣 大家都知道我黑眼圈眼袋是很厲害的 任何我負擔得起 還有不需要做手術打針的方法 如果能夠救的話 我都會去嘗試的 這支眼部按摩器前面有金屬 然後這裡是膠的 它的開關在後面 一下有藍光 就是一個震動模式 是冷的 再按多下紅光 除了震動之外 它還會有熱力 按摩眼睛的時候 其實是很舒服的 熱力 希望會令到血液循環一點 黑眼圈和眼袋都會有改善 暫時還沒看到這個效果 但它用完之後 睡覺睡得好很多 我自己來說 然後這個是比較流線型的圓形位 你無論怎樣按摩都不會痛 都是很Smooth的按摩 上眼簾和下眼簾 它的闊度都很適合我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 如果你是用來想按摩眼睛自己好睡一點 舒服一點 又希望可以改善到黑眼圈的話 我也覺得不錯的選擇 之後第二個美容小電器 就會是這個 這個我還沒開來用的 因為我覺得我是需要少少時間去研究怎樣用 它就是一個光療指甲機 它就像平時你們出去做GEL甲一樣 裡面有一些LED燈 有一部機器用來做光療指甲用的 我買了這部機器 當然就買了指甲油來配合 所以第二盒 這裡就是指甲用品 有些是隨著設置送的 有些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就去買了一些光療指甲油 大約十多支 之後就送了一些衣服 比如一些閃石、閃粉 或者一些磨甲的用品 這個我真的還沒試 如果遲些試了 我就告訴大家好沒有用 因為換過的關係 我的春裝都逐漸寄來香港 除了這一堆之外 另外還有一些應該還在寄來 遲些再拍一堆春裝的開箱 或者是一個春裝的穿搭給大家看 所以今集我只會放淘寶的圖 我就不穿上身給大家看 遲些就會有一條春裝穿搭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春天穿什麼衣服 這件衣服就是我之前3月最愛的影片已經穿了 它是一個好像睡衣的剪裁 然後這件衣服的質地 它不是C質又不是雪紡那種質地 但是也不是棉的 你當它是雪紡和C的混合體 它不會透的 不需要打底 之後它的扭是金色的扭 然後這件衣服我覺得可以很多元化地穿 你只穿它不穿衣服就可以 然後你可以穿牛仔裙 然後放進去也很漂亮 或者你可以當它是薄的外套 然後第二件要分享的是一套 它是一個黑白鑑的連身裙 在外面配一條LACE裙 長度不會太長 我穿不過膝蓋的 裡面也是一樣的 LACE跟裙是差不多長的 它是一套兩件買的 這件衣服就有少許闊 如果你問我 我會比較喜歡LACE 但沒所謂的 無論你這樣一套穿也可以 然後分開穿也可以 它的質地也不錯 LACE是滑的質地 不是鞋子 不會刺肉的質地 它有點像棉 所以穿上身也很舒服 而且整件事也是很青春的感覺 說一套一套衣服 之後我會分享也是一套購買的 但這一套 我自己覺得一半一半 不是特別喜歡 它上身就是這樣 是一個比較挺身的質地 它不是棉 然後旁邊有一個刺繡的花 它是一個中袖的款 我覺得它是一秒休閒 一秒主婦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 要不就很容易配搭到 一個很休閒 很假日的感覺 或者你配搭得不好的話 就很容易變主婦了 但是它配的那條裙 我自己完全不喜歡 我覺得它那個半截裙 很放鬆 而且這條線 我覺得很麻煩 嘩 而且它是一個很沒有彈性的質地 完全是一條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裙 但是它是不能分開買 一定要一起買 那 沒辦法 那就一起買了 但是你說這件衣服 我有沒有後悔買了呢 我沒有 但是如果你說兩件都要穿上身的話 我就應該不會穿這條裙上身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它們兩個合起來 都不算非常適合 然後 之後呢 就會有一條背心裙 這條是一個花花背心裙 它裏面 無論你穿著背心去襯著它 或者是你穿著白色的T-shirt 它穿著都會很漂亮的 它上面就是一些白色的小菊花 我自己其實都蠻喜歡這一件的 因為無論它的花紋 我是很喜歡 然後它的質地 我也覺得是很舒服的 那就絕對對得住它的價錢 然後之後呢 雖然它是一個沒有修身的剪裁 是一個闊身的剪裁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是險肥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個很介意 如果有人覺得你穿大肚子裙的話 它是那種類型的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 穿這些闊身的裙子 都是一個可以扮年輕的方法 所以有時候我也是會穿這些 然後說起碎花呢 我另外還買了一條 會不會像阿婆色呢 但是它穿上身是不差的 這條裙子 它這個是長袖 但是很薄的 很適合春天熱兩天又冷回 冷兩天又熱回的天氣來穿 然後做了一個束袖 這一條比較復古一點 而且它也是一個娃娃裙的剪裁 它穿出來就會有一點點森林系 復古的感覺 不會老的穿下去 當然要看你怎樣做一個配襯 穿下去你化妝絕對是OK的 而且就算你是單穿 也不會覺得很單調的一件衣服 連身裙最好的 不需要做什麼配搭 都是一穿就可以出門口的衣服 然後這些春天的時候 我也很喜歡穿一些針織的背心 這些我是買來上班穿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上班要穿外套 但是在裡面穿長袖的話 又會覺得很熱 然後如果你穿一件背心 你又會覺得好像還不是時候穿背心 所以這些斯文款針織背心 就會是我這些天氣 用來上班的時候穿的衣服 除了白色之外 我還買了灰色 還有一個酒紅色的 我真的很喜歡穿這些質地 還有它是一個短身的剪裁 只要你配上一個高腰的褲 其實穿下去也是一個很trend的感覺 之後就會有一條貼身的黑色長褲 這條貼身的黑色長褲 它的敗筆其實是在這個腰部的 它做了一個很闊的腰部 你看到其實它的橡筋是很短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裡做到這麼寬 但是除了這個缺點之外 如果你不穿衣服 你用來這條腰部的 在裡面的 或者外面有衣服 蓋著 這條褲是非常好穿的 這條褲的剪裁 是可以很貼很貼你的腳的 因為我自己的腳的位置其實是比較幼的 其實很多褲都不夠貼 就會鬆了我 是超級真的的情況 這個是不會的 它是很貼的 而且這個位置是很幼的 而且它的彈性是超強的 大家可以看到 整條褲的彈性都做得超好 所以你穿了它 就算它這麼貼身也好 你都是做任何動作 你一字馬都做到的 而且它的布料算是挺挺身的 所以它不會像一般的褲子 或者面側的褲子 腳很容易拋掉 走樣子 不會的 它是可以好好貼著你的腳 它的形狀做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少少擺筆就是這個腰部 雖然是這樣 我偷偷地買多了兩條來穿 一來黑色我怕很容易穿殘 二來我真的覺得它的質地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喜歡穿這些黑色貼身的褲子 我覺得這條也很值得買的 它是$24.9 很划算 然後最後兩件東西 就有兩個牛仔的單品 第一樣的牛仔單品就是這條 花瓣牛仔半身裙 超美的 我很喜歡它這個花瓣下擺 其實它這種花瓣下擺 比起你一般的直腳牛仔裙 是會更加令到腳看上去瘦一點 大腿 因為它是闊了出去 大腿本身也是在 但是當旁邊闊了的話 你是不是好像多了空間 看上去的大腿 就會比起貼腳的時候更加多了 大腿就會看上去瘦了 小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是非常之好的 然後最後一個牛仔單品 還有一件牛仔褲 這件是一件超過大小的牛仔褲 我自己超喜歡 不過應該只穿到這兩個月 之後應該要等秋天才穿到 看到嗎 是不是一穿上去之後 整個人的感覺就出來了 超漂亮的 最近我很流行披著牛仔褲 或者你穿了之後 這樣露薄 這件超過大小就非常非常適合 而且它這隻顏色 我覺得最近這幾年來講 比較漂亮 因為有時候會流行一些 洗水一點 舊色一點 要不就會流行一些淺色的 我覺得這幾年其實流行一些 正統的牛仔顏色 然後我穿上去其實是很大件 看到嗎 超大件 雖然很不配 但當你有一陣子是這樣 像不像雜誌封面的人 那些樣子 我覺得這件牛仔褲超有感覺 而且也是那一句 最近不是很大風 有陣子又熱 晚上又涼 你晚上冷的時候可以穿著 你下午熱的時候 可以脫在身上裝飾 我覺得這件是超級好的 而且這件牛仔褲不是很短的 它真的是一個很超級的牛仔褲 所以它可以穿上很多不同風格的穿 都可以的 終於完了今次的淘寶分享了 其實應該今個月會還有多一次 因為其實還有一批春裝回港 但不會放那麼密 可能那一篇淘寶開箱之後 再連著春裝的穿搭再上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上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